第一個當然學生會有一些善笑 或者是言語之間的侮辱 那後續就造成了一些肢體動作的衝突 那其實這個霸凌在我們最近遇到的三件事情裡面 算是比較小的事件 但是我是認為後續校方的處理很不當 所以才希望說可以透過這個記者會 讓局處跟校方來補足這個程序上的不足 那你剛才有提到肢體的 那肢體它是用什麼方式 主要是會對這個小朋友推擠 然後或者是搓頭 然後再加上言語的侮辱等等 那還有就是說 校方在遇到家長的通報之後 是校方一直都有處理嗎 對 第一方面是第一個是對老師 然後老師沒有處理 老師是進行安撫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到校方的學務處裡面 然後學務處也用沒有預約來拖一拖 而沒有進行處理 這樣的霸凌時序有多久 就我們所知我們所看到的狀況是一兩個月以內的事情 我們的時序裡面是一兩個月 那更早以前要再看狀況 再來就是 為什麼學校老師會跑到學生就要離去 應該是因為學校的這個老師 跟校方有24小時收到這個消息 就要通報城岸的這個壓力 所以他們在情急之下聯絡不到家長 就直接殺到人家的家裡去 然後我們認為這個其實是有檢討的空間 去家裡要人家說不要 不要通報霸凌 對他是說有必要這樣嗎 我們大家都很忙 可以不要就是 變成是霸凌的事件這樣子 這是家長的說法還是學校的說法 這是家長的說法 謝謝 謝謝 謝謝